老母子把我以保當病貓 詐騙的你們也接啦 A騙的你也給我接 你都不信你去拍啦 利用我的名義在外面 騙的東西想要拿三成的錢 我沒辦法相信我的朋友會這樣對我 說兩個我現在不提告 吃下你難看 吃到咳咳咳 有錢 沒錯 我的公司出事了 差點被別人搞倒 因為我被我很相信的兩個友人 給當成搖錢樹 並且無止境的進行勒索 我是因為當他們兩個是我十幾年的朋友 所以林鄒媽忍到現在 因為他們如果之後再用我的名號 唯非作歹或是詐騙他人的話 你娘是不是林鄒媽要扛你們所有的他媽業障啊 我從18歲就認識他們了 我就簡稱這兩個朋友 阿貓跟阿格好了 今年2月我成立公司的時候 A我身邊沒有人嘛 他們就想說 讓他們來幫我處理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或是幫我去接工作 我想說如果朋友可以一起成長進步 大家有共同的目標 一起前進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我是一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大家好就一起好的人 所以我就讓他阿貓跟阿狗來啊 幫我去接工作這樣子 他接到工作 我都給他們三成 每一個案子的三成 最後那個阿貓啊 反而更誇張了 有的案子啊 我給他三成 他還不夠 會直接跟我喊個數字 跟我說管你的這個案子 我就要拿這樣子喔 我跟他說 啊為什麼 我給你三成還不夠嗎 他說我沒有要給你拿三成喔 我就這樣拿這個數字 我就是要這樣 只要我不想聽 我不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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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好像他是老闆一樣 甚至這個阿貓 他在去年的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過得很苦嘛 沒有生意的沒生意 我甚至幫他們家 一個月做了一百萬 因為他們家自己來做的生意 做了一百多萬的業績 這阿貓也沒有分給我半毛錢 都覺得是應該的 但是我都認為是朋友的關係 這個東西我不計較 我能幫朋友就幫朋友 沒關係 大家 有難同當 可是漸漸的他想要的錢 越來越多 甚至超過三成 甚至開始 不去要求品質 我跟他說 這個照片我要我的攝影師來拍 我不能夠一直這樣亂拍 他說你很麻煩耶 到底想怎樣啊 就口氣很差喔 你想怎樣啊 哼 你煩不煩啊你 大頭正 欸我要求我的品質 要求我的作品有什麼不對啊 阿狗他就是一個 已經沒有工作大概三年的人 他每次只要跟著我 任何通告我都分他三成 什麼事也不會做 我就只是跟著而已 之前接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就說這些我不要 我不能拍 他就說為什麼你不能拍 為什麼那個藝人可以不可以 你幹你娘 我就是不要是不要啊 你娘吃壞耶 然後跟別人比 臭小啊 我是我耶 這是我的公司耶 人家家就是去吃屎 我不是也要去吃屎啊 講什麼廢話 你沒有工作三年多 找不到自我了 想說給你來發揮 看看有沒有可以碰出新火花 結果你來這邊給我 亂搞 你是什麼天皇老子啊 給你方便你當隨便耶 好啊 我就開始把整個公司 我就覺得不對勁 我要重整 我要建立制度 不對不對 為什麼大家都可以不聽我的話 事情沒有做好 沒有做到我要求 甚至我不能要求品質跟制度 可是任何公司 不是對自己的品質要求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嗎 因為我這個人是 這個作品有問題 我寧可不賺這個錢 我也不要上 但他們是 隨便拍拍 趕快上 想要拿那個三成的錢 所以不會去顧品質 所以我一個在後面擦屁股 擦得非常的辛苦 然後還要 還要 請找這個兩個人來 結果好像給他們錢 建立了一道牆 阻礙我 不是說讓我建立一艘船 讓我 讓我順利滑過去 是建立一道牆 我要跟他們反應什麼 要做到我要求的事情 我還要給他們證據 我還要說服他們 你們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你們有什麼經驗啊 他們要你做生意的這種 這種誠信是這樣子的嗎 你是那樣子的人 不代表我要跟你這樣吧 你想要說服我 我不接受這樣子的制度 我更不能接受 這樣子的工作態度 所以我決定要建立制度 什麼東西都要我檢查 我什麼和我看過 我說可以才行 結果這兩個人竟然 好快喔 我花了兩個多月 沒辦法讓他們成為好朋友 他們好快 但這個時候就變成好朋友了 然後兩個人圍攻起來 單我一個 所以後面出很多事情啊 欸來來來來詐 來詐騙的你們也接啦 來那種假 假公益徵業配的 齁也接 你搞不清楚 因為分不清楚嘛 欸A片的你也給我接啦 阿貓 你免錢歪啊 阿貓你A片給我接 你又不去去拍啊 哈 我唸的上面好好玩 旁邊一個A片男星 我就講到這件事 然後說 欸嘿嘿嘿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 你又要來拍A片 我們在名單上有看到你喔 可是人之後沒出現 因為我這段日子 四月份開始 才兩個月而已 我就發現這些人亂接東西 所以我一個一個退 一個一個賠 甚至有些廠商 我說你的這些東西 我不會拍 因為你們 我是不能接受你們東西的 甚至有一些 不合乎常理的合同 我也不會旅行 有種 你他媽就來告 結果呢 還不是要靠我處理 我去找律師什麼東西 去弄純正信函 有的一些有訴訟的啦 有些要賠償的啦 然後呢 有一些 我跟他說這些東西不能旅行 有些廠商會說 喔那是你自己內部的事情啊 你自己的人跟我說可以的 我說OK啦沒關係 來一句話我賠給你 一毛錢我都不要 我都可以賠 再多賠也沒關係 我是不要拍 他們弄出來這麼多的爛攤子 沒有收拾就算了 還有那些我賠償的 也沒有幫忙賠償 他們還要跟我要 從四月份到現在至今的錢 每一個案子的三層 欸你搞清楚耶 今天你所賺的每一毛錢 都是我這樣辛苦賺來的耶 你不尊重我的心血 不尊重我的出場 更不尊重我的平台 你贏了耶 你憑怎麼賺這些錢啊 幹 因為我之前是有跟他們說 你們自己去 有自己幫我接到的案子 我會給你們三層 但是如果說是 是我原本的廠商 那個我拿來拿來抽到三層 就他們是怎麼樣 每一個案子都在騙我 都做他們自己 都是自己去開發的 所以我當然會存了感恩的心嘛 因為我也沒去查明嘛 然後三層三層 就後來發現 因為我出事了 現在 從4月份到現在 我們前陣子開打電話 問每個廠商 所以在這裡我要跟所有廠商道歉 有被我打擾到的廠商 道歉 謝謝你們有些廠商 願意協助我 讓我知道一些真相 結果每個廠商都跟我說 都是他們來找我的 不是阿貓跟阿狗自己開發的 所以他們每個都騙我那些錢 我不願意 因為 要賺錢 去傷害我的品質 或去傷害我的性慾 但是那兩個人 他就是這樣 為了賺錢他們不擇手段 欸幹你那幾百 你把我東西弄得亂七八糟的 出一堆問題 還騙我 你那幾百 我詐騙人真面目 我還讓你來去搞破壞喔 你怎麼打他撞撞到 還有你們沒有繳任何的稅 你們都是靠我幫你們繳 阿跟你們要個發票 阿你們要這些錢 你們要給我發票了吧 這不可能稅都我在繳了吧 也不給我阿 看我好欺負 就吃死死死 對不對 無賴 我今天為什麼要發這些影片 我就不想讓你們繼續 利用我的名義在外面喔 騙東西喔 因為你們兩個喔 還把廠商給我的 所有的公關品牌 變賣掉喔 甚至騙我說 這些東西廠商說要還回去的 就幹你娘 我在打電話搜 查證的時候 我常常都說那東西是要給我的啦 所以兩個我現在不提告 現在已經出事了 已經有一堆問題了 還跟我說 這段時間你不想給我錢 是因為你的藉口 你是不想給錢啦 你不想給錢 所以藉口那麼多啦 幹你娘勒 一堆他媽的 有純正性函的 還不是問題嗎 那為什麼過去你拿錢 拿那麼快 我每個月1號趕快給你們錢 因為我不敢欠你們 不敢勒 像你他媽做錯事 我不認給你三成 也是我應該算我說的吧 吃像你男看 你吃到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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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像他媽流口水 可能都流出來 還要吃啊 不給你錢 兩個跑到你們 調節委員會 兩個合在一起 整天打電話殘免 對 合在一起就要調節委員會 OK 你們要錢 那大家有理 我不是說都不給 但我還請他們來調節兩次 態度極差 你平常不給我們三成 你知道某某某經紀人都拿三成嗎 把自己真的跟經紀人來比 你他媽你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你們在辦有資源嗎 你什麼都沒有 你抖演一圈嗎 你們沒有繳的稅 我幫你們繳了 我都沒有跟你們拿了 拜託 也沒有跟你們拿欠我的 離開就好 是你們還要跟我 無止盡的要這些錢耶 本來想說 就跟你這樣子 你們就過你們的 我就過我的 結果你他媽還想找人來搞我 還想借刀殺人 還想害人 既然你想害人 我也不用要對你太客氣了啦 所以我今天真的受不了 我不可以因為我的關係 我養肥的這些人 這些貪得無厭的人 讓他們把魔爪伸去演藝圈 或是任何的廠商 之後你們被騙或是被害 那個業障會在我的頭上 這兩個人跟我毫無關係 所以提到我的話 他們就是詐騙 還有各廠商各單位請注意 如果他們說要幫你們去找藝人或什麼的 其實你們要小心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這些資源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這次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GalileEx tout �에 eine觀看也要保留 流露的報道 可以戴一下漏